其实现在的薪水低呢 会让人家觉得很无力很无助 可是呢当你无力跟无助的时候呢 你最重要的是要把你剩下的那一点点力气 跑去跟你老板要钱 跟他说你要什么 假设他没有钱 至少你去跟他说过了 将来如果你要走 他也知道他要用钱留你 而且呢如果你今天是有要有机会 他有一天呢如果没有 就是经营得比较好的时候呢 他就会想到说 哦好啊那你曾经来跟我要过三千五千 那我就给你好了 所以呢会炒的孩子有糖吃 而这个糖呢就一定是要你去炒来的 我觉得你要转职之前呢 首先你要去做一件事 就是先看看你的存款 假设呢你存款真的很多很多 那基本上呢你就是自己的老板 你也不用怕他有钱有胆量 没钱呢你就会要忍耐 那第二件事情呢你要去评估你的竞争力 如果假设说呢你现在就开始丢履历表 每一个人都会打电话给你 那就代表你行情好棒棒 可是呢假设呢每一家公司都不会打给你 那可能你没有像你自己想的那么厉害哦 你就要三思一下 这时候还是回去听老板的话 所以呢在转职之前呢 还没离职之前就开始丢履历表试试水温 然后呢看看你的存款就知道你能不能跟老板说拜拜 或者呛瞎了 如果你想要斜杠呢 我的建议就是呢 你一定要按照你自己的兴趣去做斜杠 因为呢斜杠一开始是不太会有钱的 这时候如果呢你又不是你的兴趣 你会觉得我做了这么累 然后又找不到热情 你很快就不会玩这个杠杠了 所以呢如果你还是有你自己的兴趣 你就可以支撑过那低薪的时期 而当你熬过那个低薪的时期的时候 开始有收入了 你就会很开心 钱是可以激励一个人的热情的 所以呢真的不要一天到晚说自己不要钱 要勇敢的说我要钱 钱才会靠近你 但是如果你斜杠有成之后呢 你就会有另外一个困难点 就是呢你身边呢可能会有人嫉妒你 甚至呢你的老板就会酸你 或者是说呢你就会耽误到你的正职 那时候不要怕 因为你已经斜杠有成了 你又可以做选择 看说呢你是要往斜杠那一条路走 还是说继续在原本的公司 能够有两条路可以做选择 总比一条路好 来观众朋友请注意 如果喜欢我们命运好好玩的节目的话 请上YouTube上面搜寻 命运好好玩官方频道 就会出现这个页面 然后这边红色的订阅给它按下去 您就可以每天随时收看 命运好好玩 我在这里等你喔 喔耶 感谢观看